南党Omicron再多一个国家失守是纽西兰 国际旅客带进病毒 麻烦的还有东京也出现第一例的疑似本土病例 东京紧急记者会说明 就是因为染疫的人还跑去看了一场 一万七千名观众的足球赛 美国坦言Omicron是所有新冠病株里传播力最高的 这个冬天的疫情很有可能就是看到三种病毒夹击的完美风暴 占了目前美国九成病例的Delta还没有结束 Omicron就已经遍地蔓延至少36周 纽约就怕迎接暴冲式的疫情 纽约市长白思豪严正警告是因为纽约的新冠病例每三天就翻倍 这异常的增速不排除是Omicron作祟 纽约的筛检站再度爆满 当局更担心学校成为Omicron独窟 康奈尔大学校园就爆出了900多例 完整接种的人也染疫了 估计很多都是染上了Omicron 校方紧急取消冬季实体避典 剩下的课程改成线上 纽约大学普林斯顿也跟进改成线上上课 棘手的是Omicron似乎在年轻人当中传更快 加州煞加缅度证实有高中生确诊 这位家长前一晚才知道儿子学校有人感染Omicron 而且一爆就是六例 四人都曾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 确诊学生还传给了同住家人 除了Delta Omicron之外 可别忘了还有每年秋冬的流感病毒 上个月在密西根大学 超过700名学生都得流感 当中有近三成的人打过流感疫苗 这也让外界质疑这一季的流感疫苗 根本就没猜对病毒株 Delta Omicron Flu That's where the concern is right now 英国的Omicron也可能雪崩式失手 首相强生亲自视察民众打加强针的情况 但是英国新增病例再创高峰 15到16号是新增了78,610例 16到17号是新增了88,376例 直接超越去年冬天的最高值 光是Omicron单日新增就将近1700例 全英国的Omicron总病例数已经破万人 Omicron R number is between 3 to 5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eans for every one person infected with the Omicron variant They can potentially get 3 to 5 other people sick 而在疫苗施打上 美国CDC最新表决 全数同意打mRNA疫苗的保护力 和血栓风险都会比胶生疫苗来得好 未来打加强针的指引 恐怕也会跟着改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